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杨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黑色孤儿《回声》这部科幻剧集 它延续了前作的身份探索主题 爱领观众进入2050年的未来世界 探讨人类的身份认同感 剧终主角露西在实验室中醒来 开始寻找自我和梦境中的血腥刀子之谜 这部续集不仅关注人类的关系身体和记忆 还涉及未来技术的发展 并且以幽默和魅力著称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音乐人Mai的新发明 他推出了一系列据称能屏蔽5G波的西伯帽子 这些帽子由铜和镍的法拉第布料支撑 据称能屏蔽99.9%的V Five 4G和5G信号 这些帽子被Mai称为 现代骑士在技术战争中的盔甲 正值还有一款能屏蔽为 Five 5GPS和EMI辐射的斗篷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食谱博主们的担忧 他们担心Google的i概述工具会威胁他们的生计 这些博主们已经联名写信给美国国会 要求立法保护他们的作品 不被RI工具免费使用 并确保RI答案股会减少第三方网站的流量 个购则表示RI概述是为了补充搜索结果 而不是取而代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黑色孤儿回声是一部关于人类身份的科幻剧 原剧黑色孤儿在5G中不断自我提升 由塔提安娜·马斯拉尼主演 她扮演了五个不同的克隆角色探索他们的起源 马斯拉尼的表演获得了粉丝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誉 并成为首位因加拿大聚集而获得爱美奖的加拿大演员 NRMC和BORAKERMedia计划制作续集时 制片人安娜·菲什科决定将故事设定在2050年代 探索新的身份问题 续集《黑色孤儿回声》于6月23日 在AMCNC和BBC America首播 继续探讨什么构成了我们的身份 结合了生物打印和未来科技的细节 《奴隶报》音乐人Maya推出了一系列锡帽 声称可以阻挡5G波 帮助拯救人类未来 这位48岁的直飞机歌手 最近推出了她的服装品牌OA Channel 称其为现代骑士在技术战争时代的盔甲 该品牌的产品包括用纯铜和涅法拉底织物制成的帽子和防护斗篷 称称可以阻挡99.9%的Win、54G和5G信号 尽管专家已经广泛驳斥了5G和未来的危害说法 OHM还仍然宣称其使命是保护隐私、自治和身体数据的权利 MI的这一举动在粉丝中引起了分析 有人称赞其为革命性 也有人认为他变得疯狂 华盛顿邮报食谱博主担心还会改变他们在谷歌搜索中的排名 一杀布莱恩的恶离将食谱在谷歌搜索中排名第一 但他担心人工智能会抢走这一位置 布莱恩曾是南加州的一位医疗高管 因职业倦怠而转向在线发布食谱 现在他的博客每年吸引1.3亿访问一样 随着谷歌从传统搜索结果转向直接用而挨回答用户问题 独立网络出版商们担心生计受影响 为此他们正在向国会游说要求审查谷歌的RI盖来 因呼吁科技公司在使用创作者的内容训练 i工具时支付报酬 谷歌则表示RI盖来旨在补充搜索结果而非取代他们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解除自1992年起 在纽芬兰和拉布北部和东部海域实施的北部血鱼捕捞禁令 这一禁令曾严重打击了沿海社区和地区经济 联邦渔业部长戴安·勒布蒂利耶在声明中宣布 2024年在历史上曾是全球最大血鱼渔场GKL区域将允许小规模商业捕捞 总允许捕捞链为18明吨 其中84%分配给近海捕捞队 6%分配给加拿大远洋捕捞队 尽管这一举措被视为历史性的里程碑 但也引发了争议 前国会议员和近海渔业倡导者瑞安·克莱里批评 这一队脱网渔业带来了潜在威胁 而资深渔业科学家乔治·罗斯 则对新的评估标准表示怀疑 认为因继续维持禁令 以确保血鱼种群的恢复 俩虎美国报道一项新研究表明 通过保护地球上仅1.2%的区域 人类可以保护大部分生物多样性 研究人员绘制了稀有和受威胁动植物的栖息地地图 它现了16825个尚未受到保护的热点区域 这些区域的总面积比威斯·康星州还小 保护这些区域的成本估计为2630亿美元 远低于壳牌石油的年收入 如果过度关注保护地的大小 可能会忽略那些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地区 安究的主要作者埃里克·迪纳斯坦 呼吁优先保护稀有物种的热点区域 以避免第六次大灭绝的发生 雅虎美国另一篇文章探讨了全球珊瑚礁的第四次大规模白化事件 珊瑚礁虽然只覆盖不到1%的海洋面积 却支持了约25%的海洋物种 全球变暖导致的海洋温度上升 使珊瑚礁面临生存威胁 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生物连接性较好的珊瑚礁在白化后恢复得更快 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多种应对策略 包括培育更耐热的珊瑚恢复受损区域 将珊瑚苗圃迁移到较凉爽的区域等 保护海参等海底生物也有助于保持珊瑚礁的健康 尽管长期来看 限制水污染和遏制气候变化 才是保护珊瑚礁的根本措施 但短期内的本地化行动 可以为珊瑚礁争取更多时间 提高它们对海洋变暖的适应能力 《独立报》报道了一起 关于电视主持人霍利·威洛比的绑架阴谋案 法院听取了证据 指控保安人员加文·普拉姆策划绑架 强奸和谋杀威洛比 普拉姆被指使用一个名为Botfire ID的应用程序 创建了一个模拟威洛比的爱聊天机器人 并与一名名为马克的同谋分享了绑架工具包的视频 其中包括脚料、口球、绳索、金属扎带和手铐等 检察官展示了大量普拉姆在Tapke和Waker上发送的信话信息 描述了他计划将威洛比和其他受害者带到一个废弃的马厩 并在那里实施犯罪 警方在普拉姆的住所发现了他所购买的律房和其他武器 进一步证实了他的阴谋 普拉姆否认了所有指控 审判仍在继续 《环球邮报》的市场册师·斯科特·巴洛报复证券银行分析师 伊布拉辛·普纳瓦拉对加拿大银行股的怀疑态度 尽管大银行的资本定位和高股息收益率是积极的 但信贷质量的不确定性和高利率 可能对加拿大银行的增长前进构成结构性阻碍 与美国大型银行相比 加拿大银行的风险回报相对较低 普纳瓦拉重申了对加拿大皇家银行 和蒙特利尔银行的买入评级 认为他们在稳定的美股收益展望 和美国增长机会方面具有优势 此外 而BC策略师埃里克·拉斯卡莱斯 对铜价的近期疲软表示不担忧 认为全球铜库存水平仍然危险地低 CNN的报道聚焦于Enfilia股票的波动 Enfilia自2023年初以来 股价飙升约750% 按最近几天的剧烈波动提醒投资者 这家公司可能存在泡沫风险 尽管En剧烈股价在周二反弹 按其市值在三天内蒸发了4300亿美元 分析师指出Enfilia的高估值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其芯片在人工智能技术中的应用前景广阔 但市场最终会调整 然而投资者对Enfilia的热情依然高涨 认为其市场价值合理 Enfilia的股票在周三盘前交易中再次上涨2.3% NITASIA报道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 在Elethar和芯片等科技政策上的立场各有不同 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在科技领域超过中国 拜登政府已通过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 尤其是最先进的i芯片 来保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此外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同意在i领域保持开放对话 而特朗普可能不会重视这种多层次的政府间沟通 拜登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 旨在减少美国对亚洲半导体供应链的依赖 并在国内推动芯片之藏 而特朗普则倾向于通过公司减税等方式 支持芯片产业 对于TipTakai登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在9个月内剥离其美国资产 都则将面临全国禁令 而特朗普则曾在任期间发布过类似的行政命令 但后来被拜登撤销 《环球邮报》报道显示 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计划观看拜登和特朗普的辩论 并认为这对两人的竞选活动至关重要 尽管两人都不太受欢迎 但特朗普在其支持者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热情优势 大约六成的美国成年人表示 他们非常可能会观看辩论 或通过新闻和社交媒体了解辩论情况 支持者们认为辩论是对候选人的重大考验 尤其是对于那些对候选人的精神状态 有疑虑的选民来说 大约四成的美国人计划观看或收听辩论 2014成计划通过新闻或社交媒体了解辩论情况 尽管如此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都较低 约六成的美国人对两人的竞选提名感到不满 《环球邮报》还报道了加拿大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的挑战 尽管加拿大在研究上有强大的实力和联邦资金支持 恩在将爱知识转化为公司产品和投资方面 却落后于其他国家 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接受纽约时报播客采访时承认 加拿大在商业化方面并不总是表现出色 尽管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培养爱人才 安全未能有效将这些人才转化为本土公司 知识产权律师吉姆·辛顿指出 略四分之三的由加拿大研究机构产生的专利 流向了外国公司 这使得加拿大的爱知识产权被外国公司占有 尽管政府在今年的预算中增加了对爱爱投资 但技术行业人士对政府的商业化战略表示怀疑 认为政府应更关注帮助加拿大公司更快地采用爱技术 环球邮报报道 瑞银集团EBS在收购瑞士信贷后 正敦促瑞士政府明确其资本要求 瑞银高层对政府在4月发布的太大而不能倒的提案感到快慰 认为这些提案相对温和 而新的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M负责人斯特凡·沃尔特 希望瑞银持有更多资本 这临高层感到担忧 此外 政府尚未明确是否需要额外的150亿至250亿美元资本 瑞银副总裁卢卡斯·盖维勒在与财政部长卡林·凯洛苏特的合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努力限制资本要求 尽管瑞银高管认为进一步的资本要求可能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按分析师认为 瑞银可能需要出售更多资产以生成资本 并可能影响其向股东返还现金的计划 瑞士的新规预计将在2025年底或2026年初生效 达湖美国报道 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在2024年没有机会赢得全国冠军 因为其篮筹比率 Blue Chip Ratio未达到50%的门槛 CBS体育的巴德·埃利·奥特在2013年开始通过招募成功率来分析冠军争夺者 篮筹比率指的是球队中4星或5星球员的比例 如果超过50%则球队有资格争夺冠军 历史上没有一支篮筹比率低于50%的球队赢得过全国冠军 根据这一历史 2024年有16支球队有时计赢得全国冠军的机会 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和乔治亚大学等 威斯康星大学在2024年的篮筹比率为50% 但2025年又降至25% 威斯康星大学需要至少3-4个创纪录的高中和转会招募周期 才能接近50%的门槛 《环球邮报》报道花旗分析师泰洛·拉德克将Suppify Z Chopy加入了公司的美国重点名单 认为该公司在2024年下半年将加速 尽管是机械性的收入增长 拉德克在一份其为站在2025年实现盈利 拉德克在一份其为站在II增长和利润的正确一边 爱象2025的报告中表示 他预计Suppify在当前财政年度的税前利润将同比增长63% 尽管Suppify的投资周期在2024年对利润扩展构成压力 但拉德克认为这些投资将带来显著回报 并有助于Suppify多样化其收入来源 尽管Suppify的股票自年初以来下跌了20% 但拉德克认为这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进入点 并将其目标价格从95美元上调至96美元 同时他也对北美应用软件行业整体持乐观态度 认为该行业在2024年下半年将表现出色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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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